这段时间,每天都有源源不断的新肠式水果被运往市场,其中就包括柚子这种水果。 市面上的柚子种类大小各不相同,在价格上也有高低之分,其中南方主产的蜜柚每年都能受到不少人的欢迎。 目前已经到了柚子成熟的季节,可是近期却有不少果农为一个问题发愁。 正值卡收紧,柚子这种水果的表皮有开裂的情况。 柚子本来有一层厚厚的皮包裹,这层皮不仅能起到保护果肉的作用,还有利于锁住水分。 有了这厚厚的柚子皮,采摘之后都能再放上一两个月,所以柚子才因此得了个天然水果罐头的名号。 高上市的柚子本来应该能卖个不错的价钱,可是如今表皮出现了不少裂口,不仅影响了口感, 它裂了的柚子低价也不容易卖出去,果农的收入减少了很大一部分不说,还因此担忧起柚子的种植前进来。 熟悉水果种植的农民都知道,水果在成熟采摘时出现裂口并不是个例。 柚子、荔枝、桃子等不同种类的水果都出现过类似的情况。 在很多不了解内情的人看来,水果之所以出现开裂,主要是因为果农使用了膨大剂。 膨大剂实际是一种植物生长粗进剂,有肥料和药剂两种形式。 近年来,农民为了给果树增产,膨大剂的使用范围越来越广,那么南方蜜柚的表皮裂口真的是膨大剂导致的吗? 为此,当地果农给出的解释是,两者并不是一回事,南方蜜柚果皮之所以会不断开裂,其实主要与酱水量有关。 今年的天气有很多异常的情况,雨量十分不均匀,十多十少,这对于蜜柚的生长状况十分不利。 近段时间,又此已经到了采收的日子,将水量却反而增加了不少,这也就导致正处于成熟期的蜜柚果肉在一段时间内吸收的水分太多,变得过分膨胀,以至于果皮无法保裹出水分过多的果肉,只能破裂开来。 事实上,不管是蜜柚还是其他种类的水果,出现开裂都是常有的事,裂果现象是果树的一种生理性病害,并且经常出现在水果的转色期或者迅速膨胀期。 这一方面是因为水分供给不平衡,同时也有水果的品种和施肥方式有关系,如果施肥过量导致果实太快膨胀,就会很容易出现开裂的现象,其中柚子的裂果率比较高,而鹏大鸡的使用对水果的生长并没有直接的不利影响。 对此,你有什么看法?欢迎留言和我们讨论。